说到三房手机 大家应该并不陌生 它们通常有很硬核粗犷的造型 用来适应各种乃至恶劣的户外使用环境 有很强的防水防尘性能 甚至可以长时间在水上使用 方便直接接在MacBook上用 但这个硬盘我最近发现一些问题 就是 把它插到电脑上之后 再把一些视频动态往里边放 存在 用它们进行野外探索 用它们进行野外探索 就是我自己突然的生病 通常还会有很坚固的外壳 所以在防衰或者防震方面表现出色 并且它刻意在续绕方面有所优化 所以可以超长时间使用 大概喜欢照相 你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您这形象 哈喽大家好 我是Dudu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刚刚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AGM的H5 Pro 这是一部2000元级别的 专业户外三房手机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想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它的个性之处 刚刚拆开这款手机的时候 我其实很惊讶于它的大和重 约6.5英寸的屏幕 和我的13 Pro Max屏幕看起来大小相当 而它的重量也达到了惊人的365克 沾上它的厚度就真的觉得 这怕不是一块小板转 拿在手上很实 有点沉 其实它这么重也是有原因的 电池容量是7000毫安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板电脑的电池容量了 长时间作为背机使用下来 就两个字耐用 轻度使用个三四天没有问题 如果是重度使用大概一两天 C口充电需要揭开底部的防水塞 配了一个最大功率18瓦的电源 还可以用它的底座接触是无线充电 这背后就是触点 这款H5 Pro和我之前测试过的HMX5一样 有加强四角的防摔设计 但是它又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背部采用了凯夫拉材质 就是我之前买成好几百的凯夫拉手机壳材质 看起来更加的科幻 也更具装甲感 同时手机外壳会显得更有质感一点 不过某一瞬间会感觉像是一个装甲壳里 嵌了一个手机一样 拿着还是会觉得有点笨重 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它背部的凸起 这是一个能达到112分贝的3.5瓦喇叭 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发出非常夸张的声音 无论是短信提示 还是闹钟 又或者电话 是在室内会让人心头一紧耳朵一振的程度 如果是播放音乐 现在我的相机5米远 接下来用13 Pro Max和H5 Pro同时播放一首歌曲 音量当然是调到最大 因为我们要对比看一看它们的音量差距 就感觉是随身带了一个小钢泡音响 同时它还伴有缓音响的跑马灯效果 非常有个性 而在户外 手机只要没有切到静音模式 必然不会漏接电话 音量差距离 而一次意外聚会让我觉得 它也可以称得上聚会神器 之前参加了一个小朋友的生日聚会 在吹蜡烛环节 大家都在找音响 我灵机一动 拿出了这个手机播放了歌曲 然后整个小饭厅都能听得见这首生日快乐歌 它的这一特质就让我意识到或许可以用它来做一些脑洞大开的操作 比如说小吃摊叫卖 我甚至还把它作为一个喊话器来使用 喂喂喂 下午好 现在是正常说话的效果 把扣音器打开 听得清吗 叔叔在这里给大家半个年 确实能起到喊话器的效果 但是我至今都没有发现一款可以延时喊话的应用 实际上我觉得它也很适合在户外露营的时候用 直接拿出来播放音乐 就很方便 喇叭无疑是它的一个巨大特点 但3.5瓦的喇叭和我们想象中的喊话器依旧不是一个量级的 所以我还是会有一点期待 它的下一代把这个喇叭做得更大 甚至可以替代小型喊话器 然后它的音质还是挺不错的 而手机摄像头也巧妙地分布在喇叭两侧 4800万的主摄 录视频是这样的效果 分辨率最大支持是1080P 今天天气还挺好 比较晴朗 但是好冷呀 只有几度 前置摄像头的像素是2000万 我从手机屏幕里看到的拍摄效果会觉得有点锐 因为整个不是很高清的感觉 就增添了一丝丝的朦胧美 微距镜头我很少用 拍下来是这样的 让我觉得很神奇的是 它2000万像素的后置红外夜市摄像头 因为之前没有用过 用上来就感觉开启了一个全新视角 通过夜市模式就能看到面部识别的灯光 之前肉眼是完全看不到的 同样也很适合在室内使用 比如找猫 又比如寻找偷拍设备 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 所以其实它是三个后置摄像头 一个前置以及一个鼓光灯 从数量类型上来讲都给的比较丰富 不过整体画质就比较普通了 那这部手机的三防性能没有什么好说的 IP68 IP69K的级别都很高 之后我是打算在运动的时候 去携带它使用它 比如说滑雪 骑行 爬山之类的 这样用下来 我就不太会有损坏手机的心理负担 毕竟它真的挺耐用的 但我在长时间使用这个手机之后 我并没有看到它系统比较个性的设定 整体很简单 值得一说的大概就是踩灯模式的改动 以及侧键自定义 然后我会使用安卓机上面专门的双卡短信转发应用 它就可以同时作为一个短信转发器 至于这款H5 Pro的配置 芯片采用的是联发科技85 内存和容量是8加128G的版本 这套配置在安兔兔手机跑分软件里得分低21万 而这款低端U不支持5G模式挺遗憾的 不知道是成本的考量 还是为了配合大屏在功耗方面所做的取舍 根据以往使用三方手机的这个经验来讲 加上它的售价 其实我并没有对它的性能有过高的期待 它更多是带给了我一种极致个性化的体验 总的来讲 作为一名iOS手机长期用户 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很难被改变的使用习惯 所以也不会轻易的转换阵营 但是我也会需要一部安卓备用机 这台备用机一定要是很具个性的 实用的 跟我现在手上的iPhone是有明显差异的 而这台H5 Pro由我原手机所没有 三房大喇叭续航时间长 还有像魂外这样的特殊功能 都还挺吸引我的 让我觉得拿在手上的时候 它们确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手机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